并客散去,游泳池旁边只剩苏宗林和苏宗平几个苏家的人在场,其他的人都到宴客厅招待客人了。 本来就是来拉关系的梁秀琴,没想到竟然看了一出好戏。 刚才在燕客厅里,还被陈丽雪显摆羞辱,现在好了,她自己的女儿作死,还顺带搞砸了婚宴。 陈丽雪还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,作死也不忘把当娘的落下水,简直是大快人心啊。 这回,什么便宜都没捞着不说,还丢了那么大的一个脸。 别说京都的名媛圈自己不进去了,怕是以后要嫁人都难了吧。 小小年纪就被寒假的人睡过了,今天闹这么一出,全京都的名门航门圈可就都知道了。 以后还想要高架,做梦。 梁秀琴也没想到,芸汐那个三门星,竟然能让货嫁的掌权人,还有江家的掌权人替她出面。 什么时候,她的人缘这么好了? 她要真有这方面的人脉,让子玲派上货嫁或者江家,那她以后就不用愁女儿嫁不出去了。 想到这,她也没有了看陈丁雪落魄狼狈的心思,反正看现在这阵势,她在苏家准美好日子过。 还跟她显白嫁进豪门,那又怎么样? 以后,还不一定能过上豪门太太的生活呢。 火坑是她自己跳进去的,她只想送她两个子。 活该。 人刚走完,苏东霖就让人把助理叫了过来,冷声向命令。 把他们送回去,今天晚上别出现了。 转过头,苏东霖冷冷地看向梁心仪。 今天晚上的事,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。 苏家不会因为任何人就善把甘休。 还有,你们就算禁了苏家,以后做任何事,都别指望苏家替你们出面。 这种自己作死的事情,你们自己收拾。 苏东霖,梁博的字眼,一字一句地砸在梁心仪的脑门。 她这会儿,才一点点地从刚才被践踏自尊的感觉中回神过来。 苏家不会出面帮她,甚至不会帮她收拾任何烂摊子。 她虽然料到了,可苏东霖这么直白地告诉她,还是让她有种被羞辱的感觉。 今天的事情对她来说,打击太大。 非但没有占到便宜,甚至还因为这事,曝光了她和韩中腾的关系。 这么一闹,丢尽了她的脸。 而且,过几个月的明园宴会,也会因为这事,让她再没有赢的机会。 该死,都怪芸汐那个死贱人,都怪她。 如果没有她,一切都会按照她的计划发展,不会变成今天这样的局面。 京都的明园圈子,她费了多大的劲,拆散了她爸和她妈,才弄来的机会。 如今眼看着就要踏进去了,临门一脚,又让人踹出来了。 今日的羞辱,她日,必当双倍地还回去。 芸汐,你给我等着,我一定让你尝尝,同样的滋味。 赚紧的手指甲,因为愿毒的恨意,深深扣进了崭新的肉里。 再痛,都抵不过心底,蜂勇的恨意。 梁兴仪刚被带走,乔兴敏便从昏暗的角落里走了出来, 裙摆摇曳,满脸掩饰不住的满意神色。 看来,她做得没错,随随便便一个举动, 就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仇恨和矛盾。 梁兴仪和芸汐之间你死我活的争斗, 比她想象的要更加激烈,也更值得期待。 只要有机会,梁兴仪这个头脑不过聪明, 手段又不过犀利的蠢货, 就能成为她用得最顺手的一把刀。 利用她对付芸汐,她在渔翁得利, 怎么算这都是个不错的买卖, 就看她要怎么利用这个机会了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订阅。